今天就講 祭奸獨一勇士 祭奸獨一勇士 前行如共同的教授 身皆家夫 祭奸明典色白 其相光明 體性是空樂雙印 祭齒三法 祭奸明典是白色的 它的相是光明 體性空樂雙印 祭齒三法 再來就是憋氣 由命去佛 口無聲昔滿 下壓 容入明典 術聲無分別定 它簡單就講這幾句話 簡單就講了這幾句話 關於祭奸獨一勇士 它是講明典的色是白色的 它的相是光明的 體性是空樂雙印 體性是空樂雙印 用這三個方法 曬上 憋氣 由命去佛 可無聲昔滿 下壓 容入明典 術聲無分別定 按照師父所教的 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生命溫度 都來自於季倫 來自於季倫 你看看我們出生的時候 是由哪裡出生的 是由季倫 剛剛開始是由季倫 你看 你在母親的子宮裡面 有一條線接連到母親的 那就是季 那就是季 渡季的那個 渡宅 我們講台灣話叫做渡宅 就是渡季 渡季裡面有一條線 通到母親 那母親把所有的營養跟空氣 都從那一條線 灌入到這個 這個胎兒的身上 那胎兒漸漸成長 就是由季開始 由季倫開始 那麼人體的溫度 它的溫度 是從季下四子所產生 它講明典 這個這裡的明典 是白色的 明典是白色的明典 那你吸下一口氣 吸滿 漸漸的吸下一口氣 放到下丹田的地方 由這個氣 本身融入這個 季下一點的明典 那麼會產生幾種現象 第一個這個明典是白色的現象 明典是白色的 明典是白色的 然後它的象是光明的 會產生光 產生白色的光明 白色的光明 然後體性是空熱雙硬 明典是我們 來了 動作